張嘉妮先前因出演演習攻略 順平一角而有了最美妃子的封號 近期又出演陳鋒2023人氣再度翻漲 事業相當順遂她 婚姻卻不盡如此 她在2015年和富商買潮結婚 去年底爆出老公外遇 兩人最終走上法律程序 對於婚變至今都對外保持沉默 沒想到買潮竟然又被爆出 在短褲辣妹回住處的畫面 然後影片一出 就網友發現買潮將自己的社群簡介改了 原先是大家好我是張嘉妮的老公 現在她卻改成別和傻子生氣 似乎是在回應該則被拍的緋聞 然後網友們看完後 人不站在買潮這邊 也忍不住表示她真是愛玩 幸好張嘉妮早已脫離苦海 請問你們 好多嗎 好多嗎 讓你來看看 那吧 這很好 真好 我發生什麼夢想 而且 我就是 因為